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难道不是台北最高的学术吗 不只是最高的学术 连偏乡 连双北的教师全部乱反应 不管说今天你要文言文的比例多少 都可以讨论 可是可不可以把108刚刚先改掉 这是大家很重要的 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你文言文的比例你可以调整 然后可是你在这个经典上面 你不能把它抛弃了 这个是文化 这个是价值观 这个是在使用文字上很漂亮的一个文字精准的部分 你怎么会把它砍掉呢 而且说真的你砍到 你让这些学生负担变轻 有吗 大家不是去补习负担变超重吗 而且我细细看了一下 这位老师提到 连我们以前说真的啦 我是新旧中间的一个 所以我非常知道 就是年轻的小孩在想什么 我也知道这个长辈在想什么 我觉得有一些经典 这老师讲重了 柳中原 范中烟 岳阳楼记 这是基本款好不好 你可以说我很难的文言文删掉 太独 太很难读 可是先这个岳阳楼记 这基本款你不能删掉 而且这一边顾言武的 侍戴夫之无耻 侍卫国子 你今天名字长怕什么 是不是你的官员太无耻 全部都在涉入这些弊案 我讲的就是陈凯玲嘛 我讲的就是名字长这些官员嘛 是不是这么无耻的状况下 你让大家知道价值观是要错乱 让你可以遮掩你做这些肮脏的事情 所以这是大家为什么会群情激愤 觉得该改的就是108克纲 所以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六成的民意 希望政党轮替 他不是空白的 他不是说我只是要换囊作作 不是十大民怨之外 大家在讲的媒体的环境 大家在讲的特征组 大家讲的108克纲 通通都必须要调整 我觉得这才是六成 希望政党轮替的民意 真正的希望 是这个徐政哥怎么补充吗 我就看到小英讲说哪有贪腐 就跟赖希德那时候面对大学生说 叫你举证据来 这叫做风行朝野 上面人赛上位的人如果是这样子 那下位的人当然就会跟着风行朝野 所以今天真的是灵异廉恥 迷恼没有做好 那整个社会就会这样败坏下去 他们带头的人破坏了整个国家的风机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 全球 尤其是亚洲